好,我們今天來聊一下南北粵口音的差異 有在關注我IG的朋友可能會看到我最近大量的追韓劇 說起韓國這個國家,其實它的背景跟越南莫名其妙的大量相似 就是從漢話時期開始,我們都是大量的使用漢字 所以語言裡面也有大量的漢詞 越南的漢詞跟韓國的漢詞其實放在一起搞不好聽起來都差不多 曾經前南粵總統去拜訪南韓的總統的時候 雖然語言上沒辦法通,但是他們是可以筆談的 筆談就是說直接用寫字的方式去跟對方溝通 那因為看韓劇有出現南北韓的這個題材嘛 那演員在花絮裡面訪談也有提到說 他們要背很多的北韓的用詞、北韓的口音 那我就很納悶了,是不是會跟越南一樣 會在一些母音的部分出現的一些分歧 然後一些用詞上就是徹底的不同呢? 今天我們就不解釋太多監測的一些知識內容 就直接進入主題 然後就是我直接用念的示範一下南北韓口音的差別 但是在這之前我還是簡單的解釋一下 大部分的這個南北韓的差異或者是地區性的差異啊 都會出現在母音的部分 也就是說它的詞彙的結構上其實都是一樣的 就是在母音的部分會出現產生這樣的一個差別 以前在用漢字的時候就不會有人去在乎這個細節上的差別 因為有地方有不同的念法 那導致沒有關係 但是當像韓國開始網驗文發展 越南開始拉丁話以後 嗯...發音的精確度被限制了 所以我們會出現了一些 地方性必須要按照準確的這個寫法出現 所以從這個拼音系統我們就可以看得出 原來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這個發音的方式 對南越人來說 其實我們要模仿北越人的發音其實並不難 因為我們只要照著這個文字的中央標準發音就可以了 但北越人能夠自然的學習南越口音這個 我還真沒有 我還真的沒有看過哪個北越人能夠把南越口音模仿完 然後就是講得很自然這樣子 當然我也不能說我念北越腔就會念得很準 我只能說就是越南人來聽我在念的這個北越腔呢 他們會知道你用的就是北越音 但是呢 能不能像當地人那麼的自然 因為今天如果要去當間諜 我會不會被釋負 我也不好說 人家開口的時候也是不一樣的 像韓國呢 他們南北不同嘛 所以像 像他們的巨尾如果是那個在麻煩人家做事情的時候 我那個尊敬用詞 西歐 然後北韓他們會講西歐 那是因為 南北韓 目前是兩個不同的國家 所以他們會有自己不同的標準 可是越南統一了 越南統一了 所以他就只有一種寫法 所以對我們這種南越口音的使用者來講 我們就好像是 看著一個跟自己口音不一樣的字 然後 就是用自己的方式給念出來 比如說我們在日常如果看到文字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用自己的方式去讀 在學校老師也不會去糾正你 說你這個一定要照著什麼樣的方式去讀 但是我們是學的時候呢 還是會按照這個 各位學到的這些 發音的標準去念 就是非常妙的一個環境 今天的分享呢 我就不講太多監涉的知識 這一部分呢 我們就留到以後的影片再講 我會用示範一些句子 一些文章 用南北越的方式來 讓各位直接性的感受一下 這兩種發音本質上會有什麼不同 那我們今天選了 越南的歌詞 然後越南的詩詞 以及中文的詩 還有一段日常的自我介紹示範 讓大家更直接性的去看到 他們之間用詞上的不同 呈現上呢 我會把北越的翻譯放在上面 然後跟著這個標準的寫法 南越的發音呢 我會放在下面 為了讓各位能夠看到 他們彼此間的差異 所以我會選擇 用跟著南越發音的寫法 可以寫出來 但是我必須要提醒大家 這個寫法是不正確的 尤其是在越南目前現在的標準寫法中 是不對的 但是呢 就單純只是想要讓大家去做一個區分 如果你看到兩種排列 都沒有任何文字的改變 可是唸出來卻是不同 那就是我們在子音的部分 可能就是有不同的發音 那在中間就是我們的中文翻譯 那廢話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吧 Fung Hoàng Đại Thượng 优优独播剧场——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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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ô Chu Thoa Lạp Ông Độc Điếu Hàng Giang Tuyết Chào mọi người, mình tên là Quan Tuy lạc quan nhưng mình không thể chạy nốt một vòng sân vận động Vì mình béo như con lợn về đấy Mình thích ăn ngô, uống trà Hôm nay lễ tiền nhân, mình phải mua hổ bố một món quà Bố muốn tàn hoa cho mẹ Chào mọi người, mình tên là Quan Tuy lạc quan nhưng mình không thể chạy hết một dòng sân dẫn động Vì mình mập như con hèo vậy đó Mình thích ăn ngô, uống trà Hôm nay lễ tiền nhân, mình phải mua dùm ba một món quà Bà muốn tàn hoa cho mẹ Tại sao tôi và nói chuyện này sử dụ đứng Vấn hình Zoe Và Thế Tại sao tôi sẽ chạy hết Vào mọi người khi đừng có ổ Những biểu học này Tại sao tôi sẽ chạy hết Tại sao tôi sẽ chạy hết Tại sao tôi sẽ chạy hết Và Không phải là Rồi mình không có thể chạy hết Tại sao tôi sẽ chạy hết Tại sao tôi sẽ chạy hết 我會討論一個議題就是 發音是很重要的嗎 發音是最重要的嗎 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 大家可以從現在開始去思考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